郎平又造一巨星,女排,23岁新星正式上位,挤掉奥远冠军成铁打主力六强赛,又一次战胜美国后,中国女排晋级是锦赛四强的前景一片光明,双杀美国,郎平神奇用兵在显神威,再加上李盈盈替补登场如天降神兵,中国队反败为胜,在大逆转的背后,女排有一位隐藏功臣,她就是自由人王孟杰, 要说,中国女排市锦赛阵容与世界女排联赛,亚运会最大的区别,那就是自由人位置,李约奥运会最佳自由人,女排铁打主力林立从首发阵容中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,23岁新星王孟杰,在整个日本女排市锦赛期间,王孟杰已经是绝对主力,而林立显有出场机会,很多球迷都有这样的疑问, 林立到底怎么了?怎么突然就得不到出场机会了呢?世界女排联赛和亚运会期间,林立还是球队的绝对主力,难道是因为伤病? 但各种消息渠道并没有传出林立有伤的消息,主教练郎平和队员们也都没有任何表示,也就是说林立因为伤病失去主力的可能性并不大, 通过世锦赛的比赛看出,主教练郎平是有意在打造王孟杰,而首次在国际大赛中全程担任主力的王孟杰,没有让球队和球迷失望,虽然他的一传没有那么稳定,但王孟杰的后排保障工作完成得很出色, 面对美国和俄罗斯的重炮转炸,王孟杰多次救起非常困难的板球,展现了自己的实力,要说王孟杰是逆袭,上位也合理,也不合理,合理是因为这一刻来的多少有些意外, 不合理是因为王孟杰在联赛中的表现已经超过林立了,在联赛防守榜和自由人榜单上,王孟杰一直在领跑,能力绝对有,但欠缺的是大赛经验, 本次是锦赛,郎平给了他足够的机会,郎平对王孟杰一直很看好,2014年,郎平将只有18岁的,王孟杰带到了国家队,并带着他参加了2015年的世界杯,2016年里约奥运会阵容,王孟杰并没有入选,但奥运会以前的集训和比赛,郎平一直带着他,由此看出郎岛对他的重视,这两年,王孟杰在联赛中进步很快, 在国家队虽然还是替补,但与林立组成了自由人位置上了双保险,直到如今的日本女排式锦赛,王孟杰征服郎平正式上位,成为中国女排的绝对主力,在东京奥运周期最终,国家队自由人主力位置的竞争,王孟杰将会和林立展开争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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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